热点时评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外交部网站抹除秦刚信息 加剧外界猜测 作者 范文新 播讲 夏秋年 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某些部分 删除了前外交部长秦刚的信息 这加剧了外界对他境遇的好奇心 在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一个多月后 这位前外交部长于周二被替换 中国政府为说明免去秦刚职务决定的原因 外交部长职务至少现在暂时由前任外长王毅接替 中国外交部此前曾表示 秦刚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是由于健康原因 但未具体说明 自从王毅接替秦刚的职务后 中国外交部官网几乎删除了 所有提及秦刚担任外交部长时的内容 同样 在热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外交部账户上 许多关于秦刚担任外交部长时的内容也消失了 这些变化在微博和中国互联网的其他领域引起关注 并引发了对秦刚命运的大量猜测 一位中国律师在一篇微博帖子中写道 难道秦刚从未当过外交部长吗? 这位律师认为网站的处理方式不妥 现年57岁的秦刚担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亲典的外交部长 还不到7个月 他在外交部门的晋升速度异常之快 政治分析人士表示 秦刚在网上被删除 这种做法削弱了他因严重健康问题而被替换的说法 在周二匆忙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前外长 中国现任最高外交官王毅重新担任他去年年底卸去的就职 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亲典的外长秦刚 在上任不到7个月后就被免职 中国官方没有解释免去秦刚职务的原因 这让外界产生了更多疑问 美国研究机构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班志远写道 即使秦刚因健康问题不得不被免除外长职务 也没有理由导致外交部网站上他过去的会晤记录被删除 在周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当被问及这些变化时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该网站是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更新 对于中美来说 围绕秦刚的戏剧性事件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时刻 这两个大国最近才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重新建立了高层沟通 政治分析人士称 现年69岁的王毅很可能是临时接替外长职务 为习近平和其他高级官员找到更长久的解决方案争取时间 王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外交事务专家 正在太平洋岛国汤家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他祝愿秦刚安好 并表示将与王毅合作 布林肯已与王毅有过几次会面 我认识王毅也有十多年了 布林肯说 我期望能像过去一样与他进行良好的合作 政治分析人士说 从长远来看 秦刚被免职不太可能对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产生严重影响 因为外交政策是由习近平制定的 不过 此事也凸显了中国政治体系越来越不透明的情况 周三 在外交部网站上搜索秦刚的中文或英文名字均无结果 秦刚在该网站的一份声明中仍被称为外交部长 该声明称 今年3月秦刚代表中国与洪都拉斯签署了建交公报 与其他数百份被删除的声明不同 秦刚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中洪建交条目的标题中 在中国外交部的微信官方账号上搜索秦刚的名字 仍然能得到他担任外交部长期间的结果 在外交部网站上 仍有关于秦刚此前担任副外长和驻美大使时的新闻报道 官方媒体对秦刚被免职的报道没有提到他的国务委员职位有任何变化 国务委员是中国国务院的高级职位 截至周三下午 国务院网站已经更新 删除了秦刚担任部长时提及他的内容 但仍列出他的其他头衔 包括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头衔 中国的互联网审查者对秦刚采取了选择性的做法 周三 微博隐藏了一些与秦刚被撤职有关的标签下的搜索结果 以及一部以中国古代秦朝为背景的玄幻电视剧《寻秦记》标签下的搜索结果 但网友们还是可以继续尽情猜测它消失的原因 包括婚外情的可能性 一位微博用户写道 这肯定不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 从而认可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盛传的绯闻 这条微博获得了一万多个点赞 全文完